全民共享经济成果普发6000元已经陆续入账了 华联市代表会主席李正伟加码共捐出了12000元 给华联市慈爱基金 要帮助弱势族群 而他也呼吁民众在自己花费之欲要捐出来 支持社福团体 让经济成长能够转化成为社会的爱心 华联市代表会主席李正伟 6号下午前往华联市公所 把财纲入账的全民普发金捐给华联市慈爱基金 行政院来做在今天来普发6000 那政委在今天领到的当下 也立即来捐赠给我们华联市公所的慈爱基金 那并再加码6000 总共12000捐给华联市公所 期盼这样子的一个普发6000 能更为妥善运用 藉由华联市公所慈爱基金 来让我们更需要帮助的人 能感受到我们的温暖 也希望藉由这样的捐赠方式 有抛砖引玉的效果 让更多市民一起在自己 有能力的情况下 一起来协助关心我们华联市 市长魏家宴感谢李正伟主席 率先响应支持慈爱基金 也希望有更多善心人士来关心弱势民众 今天要非常感谢花联市民代表会主席李正伟主席 有捐了一万二 有一份是由家人这边特别来捐出 那总共是一万二 那在这边也跟我们所有市民朋友报告 我们慈爱基金的一些经费 其实是非常的短缺 那也希望说我们市民朋友如果有拿到普发的一个部分 有想要做一些善事 那也希望说我们可以捐到慈爱基金 我们可以帮助更多的人 那也希望说您的一份小小的力量 能够帮助更多有需要的人 李正伟除了捐出自己的六千元 还现场加码六千 一并捐出 他也呼吁如果经济条件许可 欢迎大家能够小额捐款 支持慈爱基金 照顾社区当中急需被关怀的民众 介续会幻视报道